字幕提供 好 今天就開來 今天開箱的就是瑞典品牌Arenum的口罩 Light Air Mask 即是這一隻 包裝盒內有一個可重用口罩 兩個可重用濾芯 還有一個耳掛夾 濾芯就用多層過濾技術 經過瑞典研發中心的濾芯實驗室測試並且獲得認證 可以有效阻隔到PM 2.5 灰鹽和 0.3 微米的微粒 一片濾芯可以用100 個小時 如果每日出街都用的話可以用到大約一個星期 口罩方面就用了高彈性的透氣物料 外層經過Polygen Wild-Off 植物技術處理 可以永久保護免料免受病菌或細菌侵襲 它是3D 立體外型並且用了高透氣網狀設計 以圈位有彈性令口罩更加緊貼面部 Aaronum Light Air Mask 總共有4個尺寸 大人用的就有5個配色 兒童用的就有2款 我試戴的這一隻就是大馬 首先戴上去第一個感覺就是很貼面 我想很多人戴外科口罩都試過 這個位是會撩起或者漏風 但這個是不會出現這個情況 而且它也有一些特別的細心位 我之前有一個布口罩 它就把鐵線位做在布面的位置 你洗的時候就真的比較麻煩 因為有條鐵線在阻礙你 搓那些東西 而這個它就把鐵線位做在淚心裏面 另外它也加了一個海綿的類似鼻拓 大雙海會比較舒服 它很明顯是比我們平時戴的衣用口罩 是貼面好多的 這個位置都有個鐵線可以按起來 整個感覺是封閉一點的 我的呼吸會比我平時戴的衣用口罩 是難一點 所以感覺變相都會好像安靜一點 好 我戴的是大馬 它這個3D設計是尖尖的 說話的時候就不會黏住口 而且它的布料比一般口罩戴上去舒服一點 每一款口罩都會附送這個耳掛夾 怎樣使用呢大家都很熟悉 有了耳掛夾就可以減輕耳朵佩戴的壓力 其實大家都戴了一年多口罩 每日至少用一個口罩全球就有大量棄置口罩 一早已經造成了環境破壞 為了環保著想就應該用可重用口罩 可能大家都會擔心清洗會不會很麻煩呢? 其實不是的 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首先要準備60度的乾淨暖水 口罩的濾芯就要拿出來 可以用消毒濕紙巾輕輕抹避涼發泡架位置 其他位置就不能抹 之後再用紙巾包好,妥善保管 之後口罩就可以放到60度的暖水裡面洗 60度的水溫就可以消減到病毒和細菌的活性 不過水溫就偏熱,可以用工具夾住來洗 當然亦都可以用60度的水溫用機洗 洗完之後就可以拿去浪桿了 我和同事都分別試戴了Light Air Mask 7日 試戴完7日之後 其實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真的很切面 它有立體設計 基本上不會漏 而且它這隻質地不算很黏肉 你戴上一段時間也不會很有存在感 試戴了7日之後 其實我覺得這隻布質戴上去是挺舒服的 對皮膚 沒有那些一般的口罩 會弄得臉有時候很癢或者有些敏感 其實要洗 之前經常打算很麻煩 但原來也挺方便 有塊乾 戴了7日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外觀上比較有型 我覺得在街上好像多了人看我 還有就是我回到家都要洗 平時那些口罩的化妝品都會印在口罩上 不過它的設計都比較3D 所以其實我的化妝品基本上都沒有印在女心裡 主要都是印在布口罩上 而我晚上洗布口罩的時候其實都容易 化妝品那些都容易洗得了 最後就看看戴了7日之後的口罩 是不是一樣 三個口罩都好像新的一樣 沒有線頭或者毛粒 基本上都可以繼續重用 最後提醒大家 記得定期換淚心 記得訂閱果紙啦 還要按下小鈴鐺